随着年龄的增长 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记忆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的记忆力天生很糟糕 这跟先天遗传有关系 也有很多人是靠训练来提升自己的记忆力 那么如何拥有好的记忆力呢 1.饮食 记忆力不好跟平时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多吃水果 解烟酒 睡前喝杯热牛奶 常吃绿叶菜 三文鱼 葡萄汁 全麦制品 各种坚固来提高记忆力 2.情绪 记忆力不好跟自己平时的情绪和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心情舒畅时 我们的记忆感官就会安静下来 容易记住外来的信息 当我们突然感到记忆力不好 就要给自己减压 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3.增强运动 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中掌管记忆结构的海马体 所以运动的时候海马体必须一直工作 不然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运动时肌肉会释放蛋白分子 可以促进海马体私密更多的精神营养因子 提高减减肥 但还不想去健身房 一是觉得没必要花钱 二是怕自己都坚持不下来 其实咱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且健康地瘦下来 一天十多分钟轻松瘦身 很多小伙伴该说了 上一期不是说教我们几个快速瘦身的动作吗 来咯来咯 他们真的来咯 跟我一起练起来吧 1.上伸腿 躺下的屁股贴着墙边 双腿贴着墙壁伸直 侧腿缓慢下降 换另一只腿重复动作 一组30次 一共做三组 瘦双腿美化腿部线条 消除肌肉腿 二臀桥起落 躺下双脚踩着墙面成90度 用腰使劲撑起 一组20次 一共做两组 豹瘦小腿 同时提臀塑形 改善骨盆前倾 三 侧卧抬腿 側躺 一条腿自然弯曲 另一条腿向上抬起 一组30次 一共做两组 瘦侧腰 消除甲心胯宽 以上几个动作 坚持一周 会是越来越凉了 很多人都开始膝盖疼痛了 疼痛反复老不好 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有时候连觉也睡不好 那今天就来分享 两个最简单的睡前动作 每天坚持10分钟 不用担心膝盖疼痛 轻松缓解腰腿疼痛 一 一侧卧宇瑜伽垫上 稳定上半身 不要左右摇晃 下方腿微微弯曲 上方腿伸直 抬起20厘米 坚持一秒之后还原 重复动作 做完20个之后 换反方向重复动作 睡前坐四足即可 二 坐姿勾脚 腿坐姿上半身挺直 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双脚自然放在地面 先将左脚伸直 脚面绷直 抬离地面 抬到离低20厘米 左右停留10秒 换腿继续动作 每天坐两组 每组20个几 只知道生姜可以预防感冒 去寒暖身 但你们一定不知道 生姜还可以美容养颜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生姜的其他作用吧 准备一个生姜 洗干清 切成薄片 贴在眼睛上 大概二三十分钟 在睡前贴效果更佳 尤其是经过一天的工作 看电脑和手机 会让眼睛干涩疲劳 贴上生姜 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生姜中含有维生素E 具备抗氧化作用 在眼睛贴上生姜片 可以有效地取出黑眼圈 每次贴完的生姜片 还可以用来擦眉毛 就直接用生姜擦眉毛 擦到没有汁水就可以了 坚持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原本稀疏的眉毛 已经开始浓密了 经常熬夜的朋友 还可以拿一块生姜切成末 用纸包起来放在枕头旁边 可以治疗 四四季节中的立冬了 立冬表示万无收藏 躲避寒冷 我们一直习惯把立冬 当成冬季的开始 在北方更是有吃饺子的习俗 天气寒冷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 很是热闹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 我国过去是农耕社会 劳动了一年的人们用这一天休息一下 顺便犒赏一下一家人的辛苦 既要养精蓄锐 又要进行食补 来增加冬季各类的免疫力 冬天天气还冷 人体需要各类营养摄入 而饺子在制作的时候搭配合理 有肉有菜 营养丰富并酸碱平衡 所以对大家所青睐 蒸煮饺子以水为烹饪方式 经过高温既可熟食又可消菌 食物的营养成分在蒸煮的过程中也不会流失 可以使食物中的淀粉类多糖充分溶解 利于人体吸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